啊真的是累死我了 给你们看看 我买了一堆原神的官方周边 还有这一箱 它终于到了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板杨小薇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啊 我做过一期原神的开箱视频 在那一期做完之后呢 我就果断上官网 又去订了一批最新的周边 结果两个月过去了 我陆陆续续收到了 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些周边 它终于到齐了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 我买了些什么了 我只知道 嗯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已经够多的了 好吧 那在这一批周边当中呢 你们有看到有一些 是我要的自留款 就是只有一个的 还有一些呢 是我买来准备分享给你们的 我觉得非常可可爱爱的东西 大家懂得啊 我们评论区里面选小伙伴来送出 你们喜欢哪个呢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叫出它的名字 好吗 好了 正式开始 首先呢 是这个 这个派蒙 真的是我的最爱啊 我之前 哎我的派蒙呢 之前我有一个小派蒙 就是那个手办 立在桌子上的 但是不知道 我妈拿了耳朵 我妈就拿走了吗 然后这个呢 是派蒙的玩偶 我第一次买的时候 其实它当时官网是 有这个东西 但是呢 当时没货了 所以我就只能预订 然后这一次预订的这一批 它终于是到齐了 这个玩偶还是蛮好玩的 旅行者是您吗 是的 应急食品 然后这个呢 我买了有次的 包装盒有点压扁了 不过我真的是买了好多 然后这个可以给你们抽奖 我喜欢的小伙伴赶紧打出它的名字 它叫花萌 然后这个非常大的 这个是林月的鼠标垫 然后也是我正在用的这个铜盘 因为我用的时候发现挺厚实 挺好的 然后于是我又加购了两个 然后这个也是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啊我的秋秋人也到了 我之前买了那个小的秋秋人吧 然后这一次的话 我买了两个大的 还是暖手的 哎我上次是不是也买了一个 我发现一个秘密 我这个房间的东西吧 每次都会不知不觉的就少了些什么 然后因为我心大 所以也想不起来 然后当我想起来 哎我好像有这样东西的时候 发现哎它已经不见了 这个颜色跟我的这一身装备 还挺配的有没有 来 这东西啊 明信片套装 这是原神的明信片套装 开一个来看一下 哇 这全是游戏里的一些风景 哇这个很值得收藏一下 最近正好不是游戏里有一个那个拍照 集服的那个集卡的活动吗 这就很像 这种活动里面拍出来的场景 然后最近特别感谢小伙伴们 给我送那个各种颜色的卡片 谢谢啊 带你们的帮助下 我每天都是盆满钵满 我也会把多余的送给你们 欢迎你们叫我好 这个是个李悦的文件夹 看这个也是就是文件夹 其实李悦它是能有中国风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正好现在过年嘛 这个风格就很喜欢 就很喜庆的那种感觉 给你们看个大家伙 这个是我在官网上订了 等了好久好久 真的好久 因为我特别喜欢可丽嘛 然后当时出可丽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出可丽的人物 但是它出了一个 可丽的砰砰炸弹的那个杯子 就这个炸弹杯 这个因为真的很难给你限量嘛 然后我准备过年的时候 在家里面 好 怎么样 这个炸弹杯是不是很给力 砰砰火花 全都给它炸完 这个不能忍出去 忍出去真的就炸了 喜欢喜欢喜欢 超喜欢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它的便利贴 就是全都是这种Q版的 你看Q版的迪鲁克 Q版的温迪 Q版的可丽 全都是Q版人物 然后它是一个便利贴 然后可以贴在任何我的文件上面 然后包括一些本子上面都可以贴 然后我这里也有两本 然后有喜欢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可以送你们一本 看一下这个 啊 这个是香菱的香菱锅巴 是不是很可爱 有点像小浣熊 它是小浣熊吗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环保大概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谁呢 嗯 这个是 当当当当 兔兔伯爵 这是安博的兔兔伯爵 这个是不是也好萌啊 跟我刚刚的那个浣熊 锅巴 这个叫锅巴 这个锅巴 这个锅巴是不是很配有没有 我感觉这个很适合过年 好喜庆 她跟我好笑 好吧 你以后就是我妹妹呢 看了那么多的周边 那哪个是你最喜欢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 pick出他们的名字 那我也会从中 随机抽取一些小伙伴 来送上一部分的 原神周边 给到你们分享 这一份快乐和喜悦 如果你也是原神的 猪食玩家的话呢 你也可以关注我 因为稍后我会做 更多的原神视频给你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